台湾的傳統洗手當中三年一輪是賀派教輪 而且每逢到倫貴年 與我情緒是大庫年老伯企業當中 家出家的女兒就要拐豬腳 買麵三袋後頭廚房白帽來疼到好笑 倫貝早上有 倫貝不需要拐豬腳左右還沒吃 對 倫貝說到 倫貝都要拐豬腳 拐豬腳左右還沒吃 免任類就是女兒 不管有嫁的還是沒嫁的 都要拿一對豬腳 給爸爸媽媽添負獸 給他們添負獸 表示常常勞勞的 因為這種小小禮 過年兩月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但市場的豬腳已經開始有人在注文到整隻豬腳 倫貝就是一年結出了一個月 原本十幾個月 結出了一個月 她就享受 變成到騎手 她結出她的祖竟買豬腳 買麵三袋後頭房白帽來疼好笑 當欠貝來補行的鄉來標示就好笑 她現在倫貝擀豬腳 同樣有人在准收這個洗手 不過就買到整隻豬腳 要來處理也很快 所以就有人比較甘心 買到老闆的豬腳 來加上一個紅包 來藝術一下 她說你不用就一直去吃這麼大雞 你吃不完之後 多兩人就好 這樣就好 不用就好 燻一整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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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關的時候 感覺到有分工 燻後腳那是怎樣 不用啦 燻一整鍋 燻一整鍋 這樣喔 有的老人 剩下兩個 還是剩下一個老人 她就說吃不完啦 吃不完就有的去買那個人家滷好的啦 反正豬肉 豬腳都OK 她倫貝擀豬腳 疼好 別忘了 如果是兩個人家豬的 就要買兩支 而且還不能來幫她撕給丟 基本上就是 爸爸媽媽在的時候 就是前後腳一對 然後他們正常的話就是 豬腳是剁不斷 這樣比較好看 關心關的心意 我們是在倫貝當中 做人驚喜是誰的 但不得心意 南天新聞 南下的南菜方法 好看 好看